很難看到首爾的晚上 所以你早上出去進來又是早上 我們的廁所在練習室外面 就大家超緊張 登登 完蛋了 真的要整形了嗎 這麼突然嗎 不知道今天說出來長怎樣 好像的外貌的標準其實很嚴格 我們都敢不敢看 席乞賞 席乞 席�� 席乞 其實從小的夢想不是當Idle 是空姐 但是偶然遇到一個 試鏡的邀請 後來就去了 但是因為我是獨生女 然後爸爸家裡人特別 就是不贊成 嚴格 守不得了 對 覺得太辛苦了 後來就是還是理性的溝通 妳一個人跑到韓國 可以有家人陪嗎 不行 而且那時候才15歲 16歲 那年紀那麼小 我如果是爸爸的話我也不肯 而且一去到那邊 手機也沒收 這個太 對 跟外界是完全零接觸的 這合理嗎 那怎麼知道妳有沒有被欺負或什麼的 對啊 無法知道啊 家裡人的話 那有被欺負嗎 有沒有被欺負 被霸凌 說真的 是沒有被霸凌 我們是就是會好好溝通 然後當天就會解決了 當天就被解決了 對啊 這麼快啊 當天就會解決我們的問題 OK 所以是真心 對 真心 對 然後就會解決完之後就會說 我愛你 愛你 這樣子 來得快 去得快 對 那妳們是多少人一起訓練 我們訓練的時候十幾個人 但是我們出道的時候是七個人 七個啦對不對 十幾個 他們變成七個人叫做公園少女 另外六七個 他們組成 也蠻靠近的 對 也是一組的 都在公園附近的 所以他們公司就叫 剛好兩團嘛 很順耶 對啦 阿浩文來來講講心酸 我那個時候是高三的時候吧 那時候有用Instagram嗎 就稍微靜營一下 然後就收到了 就是他們的試鏡邀請 但是他們上面所敘述的都是 中文的簡體字 然後那時候就有一點 懷疑的心態 但是因為讀表演藝術科的學生 其實常常都在試鏡 所以就想說 應該也沒什麼啦 試試看 我那時候就剛好跟靜怡 是一起去的 對 我們就同時被發到 同一間公司的 欸 那這樣就是 不是詐騙啊 對啊 所以我們就是 就是到那邊的時候 其實我們那時候兩個 其實也有點懷疑 對 然後 當然就想說 好 沒關係就當試鏡了 一般試鏡 就是試完之後 就也沒想什麼 然後就隔一個月之後 就突然通知我們說 我們試鏡通過了 然後要跟我們談合約這樣子 然後我那時候才意識到說 喔 蛤 這是真的 這是真的 然後要去那邊當 叫一個 叫練習生的東西 因為那時候其實 其實還不太瞭解 練習生是什麼 是什麼 對 那時候2017年吧 我記得那時候 好像K-pop還沒有像現在 這麼的聲音 對 就早七點 那很久 2017年 台灣就叫實習生 對 然後就沒想太多 然後就想說 身邊的大家都說 就是趁年輕 去吃看看 去吃看看 然後就去了 後悔嗎 不後悔 其實 因為我覺得到那邊 人家願意花時間跟錢 來栽培你 是件好事情 而且就是 趁年輕的時候 就多去外面看看學習 其實也沒什麼不好 你學會了很多東西 至少韓文都能講 對 練習升級地域 超練室的照表超客 只能宿舍公司2點一線 就永遠在這兩個地方 不是宿舍就公司 就是在公司的路上 就公司裡面就練習 這一些 來 韋哲 因為其實我們 一開始有一個表定時間 是早上11點到晚上11點 就這時間都要待在練習室裡面 但是因為我們 所以大家就會慢慢練練 練到之後變成就是 就是凌晨4點才能離開 對 所以就是基本除了 假日的時間以外 就是很難看到首爾的晚上 就是你早上出去 進來又是早上 都是看到白天這樣子 所以越接近周頻的時候 大家會越來越晚睡 很辛苦嘛 反正就要比賽 就是等於說你們不敢休息 看到別人在練 你能不能冒出頭 大家都同才之間 能不能冒出頭 就要看你的周頻 樂頻 OK 你很好 出來 不行 拜拜 就退了 辛苦 你駐拐杖還是怎麼樣 就是有一次練習 然後我的韌帶 就人家問一問說 你駐哪裡 我駐拐杖 我駐拐杖 這個第五拐杖 欸 練到駐拐杖 對 就是因為受傷 然後我的韌帶其實撕裂傷 跳到撕裂傷 然後我那時候駐了拐杖之後 還帶了一個護具 然後醫生說要在家裡休息 可是因為練習生之間 競爭真的太強了 然後公司那時候就說 你只是腳受傷 但是你身帶沒受傷 你還是可以來練習唱歌 或是學習韓文 所以我們就要 無助的拐杖 然後從宿舍走到練習室 然後繼續練唱 繼續練唱 然後學習語言這樣 上廁所等於是在補眠 對 因為我們就是我剛剛說 我們到到凌晨4點 其實凌晨4點 你就回去洗個澡 睡一覺你又要出來了 所以其實就是大家都很累 但是我們會有一個默契 我們的廁所在練習室外面 對 所以我們就會 對 然後睡到30分鐘之後 下一個人會出來把你叫進去 然後讓你進去練習 然後換他進去睡 哇 好 聽說還經常忘記 忘記夾掉 喔 什麼的 忘記夾掉 還黏住沒有夾 出來 怎麼變成 有尾巴 同學 夾掉了 要夾掉了 我就像大家說的 那課程的基本上都有 上課 跳舞 健身 語言 最基本的都有 然後我是從 早上10點到晚上的10點 早上7點到晚上10點這樣 早7到晚上 對 他們先叫你先去健身 然後再去上語言課 基本上三餐都是只有吃沙拉這樣 然後我覺得 吃草 那時候你還是小不是嗎 對 就營養的問題對不對 10歲而已耶 他們沒有就是太 在乎這個東西 對 我覺得最特別的是 公司有讓我們去體驗 就是 做一些 肉毒 嬰兒針 剝尿膳 這樣的時候幾歲 不是還很小嗎 其實他們都會去打 就在小都會打 真的喔 讓他們知道 你們有機會可以去變漂亮 然後他們就帶你去 育嬰室裡面就會看嗎 沒有啦 這個以後存比較多錢 這個可能要花5 6億 爸爸媽媽就開始在存錢這樣 嬰兒針是什麼 嬰兒針是類似讓皮膚可以變細緻的那種 童顏針 對 童顏針類似那種 對 我覺得蠻酷的 因為我小時候就不怕痛 所以我就去體驗這樣子 然後他們也會建議說 你們可以變得更好看 然後對 就讓你們這樣去變美 好像你們這樣看喔 是不是整形喔 對韓國人來講是嗎 是國民運動對不對 其實我那時候 有被帶去整形診所 就是給醫生看 給醫生看 就是他給你的建議是 你算帥的啊 就有一天早上 就大家突然接到經紀人的電話說 今天不用準時上班 但是等一下可能某個時間點 要去公司直接搭車到醫院 對 然後我們到那醫院 就大家超緊張 就覺得說 完蛋了 真的要整形了嗎 這麼突然嗎 然後 那時候每個人都很沉重 然後一個一個走進院長 不知道經紀說出來長怎樣 好恐怖喔 一個一個走進院長的辦公室 然後 當我換到我走進去的時候 我看到就是 旁邊一個翻譯幫我翻譯 然後 院長就直接坐在我對面 然後桌上擺了一張紙很大張 然後上面畫了很多人的五官 有的沒的 然後前面 我看到瞄到前面幾個人的紙 是被圈很多地方的 喔喔 圈很多地方 然後 輪到我的時候 就醫生跟我說 想要覺得 就好像只說 想要把我的鼻子中間 再塞一個東西 你還要用啊 他覺得我 就是如果要再更好 他就覺得 可以了吧 你知道 他們真的很講求 Oh my God 就是完美 就是鏡頭每個角度 隨便人拍你都好看那種 無視角啦 對 要做到這樣 所以有被塞了嗎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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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惜喔 沒有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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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在等 韓國人這一點精神 是我們台灣基本上做不到的 因為為什麼 韓國人的藝人 藝能界 把自己當作一個產品 在台灣 真正有這樣子的藝人 不到三個 不到三個 就是說要到天后 男生沒有啦 台灣男生基本上 可能小動一下會啦 對不對 你這像這樣 你要動哪裡 不要再浪費 整顆切下來換 對不對 哪有那麼差 去韓國做換頭手術 切掉擺一個西瓜都比較帥 西瓜 好悲傷的故事 因為其實在韓國當偶像 偶像的外貌的標準 其實很嚴格 我們有一個公式 是你的身高減掉120公分 就我當時183公分 減120的話 所以我體重 我每次在63公斤 才是正常的 等一下 不對吧 身高減掉體重 那我這樣我要50公斤 對啊 那我也50 對啊 那我們都敢不敢 就是一個標準 對 然後 只要超過1公斤的話 就會被體罰 比如說像拿著啞鈴 然後在教室跑步這樣 哇 不是啦 這個 體罰 這個怪怪的啦 這個標準不OK 減掉1 就是要上鏡好看 就是要上鏡好看 因為其實上鏡的時候會顯胖 所以它就是一定要 你的身高去減120公分 出來的那個數字 是你應該在維持的那個體重 甚至有可能就叫你 今天晚餐不遲 還是中餐不遲這樣 對 但是我後來出道的時候是 三四年完全沒有手機的 蛤 那 即使出道也沒有手機 我們公司那時候非常嚴格 太可怕了 那這真的像在 不行啦 坐牢耶 坐牢還有牢飯 我們只能吃沙拉耶 蛤 都是吃沙拉 對 而且經紀人 我們和三個經紀人一起住 然後24小時都跟我們在一起 監控著 對 他們自己呢 吃得很好 非常好 是特別好 然後一直監控你們 24小時 對 然後我們就是 沙拉 雞蛋 香蕉 蘋果 然後我現在看到蘋果 我都不想吃了 真的是不想吃 扣茶都吃完了 太不自由了啦 太可憐了 小朋友還一直覺得說 當韓星那種在台上跳舞 多好 多帥 這個多可憐 剛剛聽到這裡 我有小孩要去當練習生什麼 已經是NO了 不可能 你的人生不一定要走這一條路 太辛苦了 除非你真的忍得過這一切 台灣能有幾個周子雲呢 對不對 你說我們的練習生在韓國 他的出道率高不高 其實我覺得外國人在韓國出道率偏高 是因為如果說他們這個出道計畫 沒有想要外國人的話 他們就不會找外國人 所以 有一個名額在了 對 就是他們有希望想要國外的市場 所以才想要放外國人進去 不同的國家 所以這時候韓國人就會 對我們比較有敵意 就是覺得說 我們可能比他們更有優勢 等於是有一點保障名額啦 對 微微就是這樣 你看他們也會有 那中國大陸的 對 海國的 對 會有那種小團體 對 所以他們可能就會 私底下搞一些小動作 就是搞我們外國人 我不知道他們有沒有啦 但是就是 我跟外國 我跟其他可能日本人 或是其他中國朋友這樣子 然後就會被 就是偷偷打小報告 就是把我們講得好像很壞一樣 然後亂做什麼虧心事那種感覺 所以後來我們也都找 就是中國的經紀人 就是我們公司有中國部的經紀人 就是也是告狀 就是跟老闆去說這樣子 所以弄回去 弄回去 對 第一不弄我 我不弄 對 好不好 第一弄 欸 我亂弄 欸 欸 欸 惹在一切 我亂弄 一直拍 很厲害 我亂弄